大家好 我是Rev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想要把这一架3070ti的Valcon拆下来 然后把它放上window去单独跑一下挖Revencoin的状况 因为挖Revencoin的时候呢 3070ti的那个memory温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买了一些秘密武器 也想要试试看这个秘密武器有没有能够帮助到它降低它的memory的温度 OK 那么现在我就去我的desktop然后做一些挑战 那么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在挖着Revencoin 我已经大约挖了58分钟左右了 那它的温度呢目前这个是显存 我们的显存也就是3070的video memory的温度呢 是在86度左右 那么由于我是在冷气房 所以呢 它显得有一点凉 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在矿机房的话呢 我相信它的温度是会到达90甚至是100左右的 如果跑了一整个晚上的话 那么相信会更高更高 这样子 接下来呢 我就要拿出秘密武器 试试看那个秘密武器 用了之后呢 会不会有显着的降温效果 我不会关机 我只会直接把那个所谓的秘密武器呢 直接粘上去 我们来试试看 所谓的秘密武器呢 是指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只是看起来好像还不贵 所以呢 就买来试试看 它是一种拿来放在你的Graphic Card的后面板的散热器 有没有用 还真的不知道 可以测试试看 我们试用了就知道好不好用 那这个秘密武器呢 我买了两种 一种呢 它的这个皮心是横的 还有呢 一种呢 它的皮心是直的 像这样子 呃 基本上构造就差不多一样的 两种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然后麦家呢 还给我了两个这样的Pad 还有这么大只的 还有这个呢 是 倒热胶 我还没有真的用过这个东西 不过我看评价呢 大家都说 这个倒热胶 会粘得很死 粘得很紧 拆不下来了以后 所以我应该不会用 因为我不想我的Graphic Card变丑 本来呢 我们先拿这个 Termapad来试试看呢 本来呢 我是想要不拆机就直接上的 可是后来 现在看了看 那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了 应该是还要拆机 嗯 嗯 我摸了摸 觉得这里很软 这里 这个角度就这了 这里还好不算软 嗯 这里最热了 不过我还是真的不想要拆机 不然我倒着放 放行不行 ok 我已经放上去了 但是我怕它有一点不够紧 所以我决定在它的上面 压着一个小方向 可能等一下可以插这个风扇 让它转一转看是不是更有效果 跑了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可是GPU的温度好像是有下去的 Hotspot的温度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哎呀我看评价里大家都说到极好极好的 我看用起来又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屁效果一点没有 所以试试看让它加上这个风扇 给这个风扇转一转看看有没有效 不过我不会用全速啦 我是用主板的Fan Controller的 能转就好 有一点风就破了 全速的话很大声很吵 看好了 我们再转了 在出风 没问题 试试看 而且其实我摸到这里是热的 也就是说多少是有一点热度传上去 但是还不到抗手的程度啦 加了风扇以后呢 过了一阵子 在T-X Miner里面看到它好像有这样两度 哦 这里也降两度 不过是一瞬间罢了 就是说多多少少就有一点点效果吧 可是降两度实在是太少 可能温度越高的地方会降的越多吧 那么接下来我要不要涂上Termal Paste呢 老实讲涂上Termal Paste会弄脏 我不是很愿意的说 嗯 涂上Termal Paste吧 这样子才比较能够测试得到 那么虽然是摆盘不愿意的 我还是给它上了Termal Paste 那么随便再加个风扇下去 看看它会不会增更多 可以了吧 那么 那么经过了一阵子以后呢 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加了风扇加了Termal Paste 也是没有任何进步 嗯 不过也难怪啦 因为才 怎么说呢 因为 30 70Di 背面是没有memory的嘛 那么经过完努力的测试呢 我觉得 几乎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还增加了一点的麻烦的工作很弄脏 我的graphic card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录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Leven 记得给我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还有不要忘记按下小铃铛 那么我还有什么无聊的测试的话呢 我也会放下来给大家看看的 顺便大家看看一下这个是我的 我LevenCoin的3070Di的setting 虽然好像并不是非常的高 不过还是蛮稳定的 那么大家期待下一次的视频吧 再次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咯 by bwd6